花莲荣民之家首度在圣诞节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 这是由资深艺人张琪发起 由新北百富佛伦社号召花莲精英佛伦社 还有许多社团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义脉市集 以及经典老歌演唱会 让荣民宝贝们也可以欢乐庆祝圣诞节 感受年轻人过节的气氛 花莲荣民之家首度在圣诞节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 这是由资深艺人张琪发起的温馨感恩活动 中国先生真的是把这些有功于国家的这些老兵们照顾得非常好 但是人啊除了吃饱穿暖 请小姐爸还是要有点快乐 不然每次看到外面跨年夜啦圣诞夜或者放烟火 那些欢乐的气氛好像跟他们不相关 我觉得这样不好 老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需求 那么我们这些资深的 你说是老艺人我也承认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是永远无法取代的偶像 那这些偶像呢 也凋零了 如果我再不做 我怕我也七十多了 我还有多的时间吗 想到荣民之家 我们来场大一点的欢乐一点的成本高一点的活动 来自新北市的百富福人社也号召花莲精英福人一起来囚办这场活动 今年十月的时候 琪姐说之前来过榮家办一些议演 他想说看能不能借由我们福人社的力量把场子做得更盛大 做得更能够感动我们的农民 甚至可以荣耀花莲回来 他说花莲这边很少办这样的大喜活动 所以我们从十月份开始就做了一些小meeting 小会议筹划筹备 到今天两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很感动 真的把活动办起来了 希望能够真的慰绕我们这些老农民 过去在台湾的奉献付出跟辛苦 花莲荣家主任方举更是感谢来自社团和企业爱心 让荣家住民们有欢乐过节的体验 今天特地在我们花莲荣家办了一个 一起荣耀回来这个活动 我们上午除了有园友会以外 也同时在下午有期节 带领了我们四位以及古巴大乐队 来我们花莲荣家做老歌经典演唱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住民们 以及我们附近的所有的民众们 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圣诞夜 上午是50个社福摊位准备的义卖市集 下午则是由艺人张琦带领多位资深艺人 为荣民伯伯们献唱 花莲荣家也致政感谢状 感谢这么多企业社团帮忙 让花莲荣家充满欢乐的圣诞气氛 这日会欢迎室报导